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由小敌军我来解说 今天小敌军为大家带来的是 荡扣风云 本片小赵文卓 洪景宝和万倩主演的抗日电影 本片并没有将赵文卓 显得奇迹光的成长作为主线 而选择奇迹要变成了高光时刻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 观众并不会看到奇迹光 是如何成长为一位文物 生成的战斗英雄 而从他一出场 就是能量值MAX的高手 小敌军觉得这样的好处 就是避免刘雪昌叙事 毕竟奇迹光不是美满超级英雄 没有如何获得超人力这一说 不然就成了一部 可幻掉到日本人的大片了 这里小敌军要说下 奇迹光即使是能量值MAX的高手 在影片中也有一个 比他更厉害的角色 那就是他媳妇 一次饭局上 当着属下的面 一个耳光把奇迹光打懵逼了 毕竟关于奇迹光怕老婆的变故 在江浙一代流传盛光 其实哪有男人怕老婆 那都是爱 而这个细节 更能让小敌军感受他男人气魄的一面 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相对于以前的抗日主题电影 本次非常遵受反派 甚至毫不快刚地说 以前看到的日本鬼都是智障 不过即使这次的日本鬼 他带着智商来 小敌军也是倒是一场必赢的战争 因为奇迹光的勇武 更因为欺负人的坚强 温柱我们能赢 本期节目到这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下期小伙伴们想看什么 可以在下方留言啊 小敌军会一一查看的